嗨大家 你現在正在收聽的是我的 podcast 節目精華版 如果想要收聽到完整的節目的話 記得去各大平台搜尋 Mata in the house 就可以收聽啦 那我知道大家可能會有點懶 所以我已經把節目連結放在下方資訊欄了 非常貼心吧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節目吧 Let's go 我不知道這種重考對你來說 你會覺得它可以用一個價值的感覺去衡量嗎 還是你覺得沒有辦法 如果是對我個人的話 我自己覺得值得 雖然我沒有達到就是當初我自己設的目標 但是在這段時間你自己也會去思考嘛 其實在讀書的過程中 就是我剛剛有說我一切都是從頭來 然後在裡面我覺得物理 特別是力學方面我自己覺得還可以接受 所以我後來也有把土木放在我的目標裡面 就是覺得如果之後去念這個的話 我應該可以接受 因為我自己個性比較悲觀一點 所以我在想說要做決定之前 可能已經先把最壞的情況都列出來 就是可能我會繼續回去把圖文系念完啊 或是我看我的成績到哪裡 我可以有什麼選擇 或是真的運氣很好可以上建築系的話 當然是最好的 那如果這些東西你都想過一遍 然後就算沒達到最後的目的 你也覺得可以接受的話 那就可以去做 我覺得是不是重考這一年 花蠻多時間在跟自己對話那樣子的感覺 或者是思考很多 可能以前在求學時段不會去思考的問題啊 因為我個人其實我雖然沒有重考過 但是大家應該也知道我就是有打算要放棄本科系的一些事情 然後轉到一個新的領域 所以其實這段路程我也是 我也算是有一點像是轉到一個新的科系 因為我後來去很多其他學校修了很多 business或者是marketing相關的課 這段路程來說啦 我就是也花了很多時間在思考一些你知道 跟自己對話啊 或者是尋求人生方向 所以你自己覺得這一年來說 你也做了很多這樣的事情嗎 一定啊就是會 因為那時候不確定感很多 就是你只是在讀書 還看不到未來的感覺 你是說未來就是還看不到任何光明 所以自己就會很擔心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那時候有跟誰討論過嗎 會跟爸媽嗎還是 因為其實我們學校重考或轉學考的人應該算多吧 所以就是 喔50的 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學校其實是不是至少快 我猜快有一百個耶 我個人覺得 有可能 我覺得應該會有快一百個人 就是不論是他是當季還是後來有重考 但我在想應該有 你就那光說我們社團 對啊 我們社團超多人 我們社團十幾個啊 反正我們社團十三十七個嗎 我忘記了 anyway 好像有六個嗎 還七個 還是有八個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快二分之一 應該有過半了 對應該有過半了 你看我們以前是 我們後面也會聊到我們社團 但是你看我們社團就有過半任重考 就是那應該知道第一志願其實 我會覺得我當年在那裡面 的確是會有一個風氣就是 大家還是會想要拼台大 大家就會想要取所謂的名校啊 或者是名科系 真的都會有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就是以一個過來人的經驗 你會想要給 不論是學弟妹啊 或者是跟我們通界 anyway 反正就是腦海中 曾經有想過要重考的一些人 你會給予怎麼樣的建議 或者是你會覺得心態上可以怎麼去想嗎 或者是有什麼欣慰可以去做做看嗎 我有一句很喜歡的英文句子 你要不要幫我唸 你可以自己唸 自己唸 沒有關係 反正我就講 不行那我要幫你唸 好他很喜歡的英文句叫做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s is the decision to act The rest is merely tenacity 韌性嗎 對對對 堅韌的意思 就是其實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你下定決心那一刻嘛 嗯哼 你做完決定之後 你就是準備要去付出了 嗯哼 所以就做決定的途中發現重考這件事情的後果 可能是你不能接受 就是可能考到更爛的戲啊 或是怎麼樣的 那其實在現有的過程中 你也可以幫自己找機會 像你也是做了很多份實習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這邊可以先跟大家插開一個點就是 我會覺得重考真的不是大家唯一的選擇 我對坦白說 我身旁到現在 不止一個喔 就是我還有看到還有人在重考 就是可能兩三個 其實我對於這件事情 我都沒有辦法給予任何的就是建議 我沒有辦法去評價說 他現在都還在重考到底是一個 好或壞的選擇 當然他有時候如果會來問我 或者是有時候可能會有類似情況的人 來問我的話 我都會說如果你問我 我就會覺得重考不是最 可能對我來說不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我一直覺得 對我來說我想去的地方 重考它並不是一個最好到達的方式 因為如果我想要做一些business 或者是marketing 或者是自媒體的經營 其實我可能會比較需要多一點是實習 或者是實戰的經驗 對對對 所以到一個怎麼樣的科技 對我來說 我反而覺得不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像我個人的經驗 我是醫療本科出身 但是我做商務相關的實習或工作 所以那時候我進去一個 醫療marketing的公司的時候 其實我的優勢就被放大的很多 因為我是全公司裡面唯一有醫療背景的人 對對對 所以其實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就發現我其實在medical跟marketing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就是bridge 就是有個橋樑這樣子 所以你在考慮到說 你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重考失敗的這樣的選項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去想說 那你有沒有可以找另外一條路的可能 我會覺得每一條路應該都不會比重考輕鬆 像我那時候選直接選重考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領域相差很大 然後專業要學習的專業程度也差很多 就算是建築或是土木好了 這些東西他的專業也都是要花很多時間去 慢慢培養的這樣 精神精通的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重考然後再從頭開始再重新學 會比之後可能我大學念完之後再去 自學這樣子 再去轉考或是怎麼樣 來得好這樣子 有效率一點 對對對 那你還有其他的點想要跟大家分享嗎 就其實也沒有特別鼓勵大家 或反對大家去重考或轉學考 因為這牽涉到很多你未來要做的工作 或是你自己本身的興趣 然後還有家裡是否能夠支持你 那你會覺得說對於晚別人開始這件事情 你實際有什麼太大的感受嗎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擔心自己晚 比別人晚開始 就是 就是我那時候真的會覺得 喔我自己比別人晚兩年 到現在其實還會有一點感覺啊 不知道是年紀的關係嗎 對就是我覺得現在這邊 因為我其實之前有訪問過一個美國的嘉賓 他在美國念書 然後他就會說在那邊休學啊 改畢業就是一個很常見的事情 你的同學今天跟你年紀差很大 也是一個很常見的事情 當然我得說那是美國啊 這邊是台灣的確是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以我個人的職場經驗 或者是你自己現在到現在這樣子 你會覺得晚別人這兩年真的是會 造成什麼巨大的改變嗎 說巨大的當然是不會 就是可能自己會有一些 像是可能今天見大視同學的 東方社會擔心的事情 啊我懂就是感覺 像是我可能 因為我之後應該會要念碩士 那這樣子碩士算下來年紀 我等我畢業的時候已經27歲 27 27歲才要開始找第一份工作其實 的確是 是蠻晚的 蠻晚對不對 對 所以你還是會覺得有一點點小小這樣子的裸長 那你那時候剛進就是新的學校 因為年紀的關係有很跟啊 格格不入嗎 還是其實也不會 就只是同學幼稚一點點 啊哈哈哈哈 不會因為你的同學都是20後 對不對 對 欸我們1999年欸 然後他們都2000年以後 我跟你講我現在也超好像看到2000年後 因為我們就是1999 我就覺得當因為 我跟你講1999就代表說你在你那個 念書的時期你是最 young 對 就是因為大家盛訪都1998 怎麼樣 而且我不知道你的月數是什麼 但是我的月數很後面 嗯很後面 我是很小的1999 就快到20這樣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哈囉 我現在就已經變成 這邊的頭 到底是殺小這樣子 所以就會覺得整個落差很大 所以這也是你自己覺得 就是可能晚別人這兩年的一些小小的看法 不過我覺得應該還好啦 即便你可能覺得晚開始工作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今天開始工作的時候 是以一個你覺得是你喜歡的方式 就是開始你的職涯生活的話 我覺得一定真的都會比你做一份你不喜歡的工作 來得好非常非常非常多